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万圣节的颅骨系列食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食谱不难做 连我都能可以轻易做出来的 一定都不难哦 哈哈 雕刻好的蘑菇 可以加做许多不一样的食谱 今天我会分享烤的方式 而明日将会分享另一个食谱 不要错过了 蘑菇中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C能有效治疗坏血病 及补充人体日常对维生素C的需求 材料只需要蘑菇 这是成品哦 好看吗 蘑菇切半 蘑菇根部切平 先用筷子插三个孔 然后用硬的吸管慢慢钻一个洞 记得不 要一下子太用力蘑菇很容易碎开哦 用小刀在蘑菇根部部分划细线 用小刀在蘑菇根部部分划细线 做好了 好看吧 没有吸管的朋友 可以用筷子慢慢挖一个洞 成品也很棒哦 烤盘上铺上烘焙纸刷上橄榄油 蘑菇排入烤盘内 按屏幕下调味料调味 在蘑菇根部部分划练 刚才在从冠界里边 逼得更加密卧 5分分钟 一开始 送入烤箱以160度烤15分钟 烤好了好香呢 蘑菇炉头有没有很像呢 白色蘑菇做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而且挖洞的时候也不容易碎掉 这道食谱可以提前准备好蘑菇 要吃的前20分钟送入烤箱烤一烤就可以享用了 蘑菇可以和小白菜一起炒 但不能和茄子一起吃 会中毒在水焯蘑菇的时候放大蒜 如果大蒜变色了就有毒不可食用 而且蘑菇和小米大黄米千万不要同吃 会产生一种毒素 医院之不好后果很严重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万圣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万圣节系列去看看吧 我这几天都会陆续上传新的食谱哦 菇类的普林量虽然远不如内脏 海鲜肉类高 但的确还是比一般蔬菜高 药酸高 通风控制不良的患者 还是得留意食用量 不可因菇类热量偏低 就毫无节制的大吃特吃 更不适合饮用主播肉类 海鲜 菇类等 荣有大量普林的汤头 此外有不少菇类的甲含量较高 也就不适合肾脏病患者食用 尿酸高 痛风控制不良 肾脏病的患者 要节制孤类的食用外 如果肠胃蠕动不佳 消化性溃疡者 或坐过腹部 骨盆腔放射性治疗者 肠道有狭窄者 大量食用膳食纤维食物 有可能会引发胀气 肠道不适 甚至肠阻塞 建议少量食用 或可在食用前 先咨询医师及营养师的意见 建议不要一次买太多 买回家后千万不可先水洗 建议以保鲜盒或保鲜袋装好 冷藏在冰箱里 可减缓固类熟成的速度 要烹调之前 再以清水稍微清洗即可 并及早吃完 才不易酸败 由于菇类的粗纤维较多 菇饼肥厚 纤维较长的菇类 如性爆菇 在烹调前的切法 会直接影响到入口的口感 如果希望吃起来滑那细致 可顺切至纤维 切成薄片 倘若希望吃起来弹牙 腹嚼劲 则可切成滚刀块 但这种切法较不适合牙扣不好 咀嚼力差着食用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 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